五十三餐是什么?就是我们日常生活 从早到晚,早晨起来睁开眼睛 到晚上睡觉,你这一天所看到的 人四五就是五十三餐 你看善菜怎么看法 此地讲的五指六冠了 善菜全用上了 指的是什么?放下了 善菜从此真放下了 惯是什么?惯看破了 善菜能放下能看破 我们为什么看不破放不下? 特别些在现在这个时代 这个时代 善少不多 所以灾难特别多 有好处 什么好处呢? 让我们对这个世界不深留念 不深留念到哪里去呢? 天道去没出轮回 那个不究竟呢? 天道实比人家好 二十八成天 你怎么样去想 都比不上极乐世界 那 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慈悲 四十八愿 帮助我们 只要我们真正肯 消业障 消业障 就是放下了 就是要修 缘情平等 也就是 无论是在哪一种境远当中 瞬间也好 逆境也好 善缘也好 过缘也好 记住 修清净心 修平等心 清净心 绝不把它放在心上 心就清净心 心里面呢 只放阿弥陀佛 不要放其他的东西 心就清净